然後趁著現在的這個疫苗大亂 然後再進行這個炒作 我必須要講當然疫苗很重要 可是我們目前我們只要做好 我們自己個人的防疫 蓋好口罩 勤洗手 不要公出公共場所 盡量不要去啊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達到一個 基本的防疫效果 歐洲國家為什麼他們要疫苗 什麼那麼迫切 他們不戴口罩 他們連口罩都不戴啊 所以打疫苗是他們唯一的一個防疫做法 那我們既然我們今天本身 我們大家都能夠自主管理 大家能夠可以自動封城 我認為疫苗當然重要 但是沒有像國民黨吵到好像 明天不打疫苗 人家要死了一樣 沒有這麼 他們現在製造一個恐懼喔 就是你就是明天要給我疫苗 我看到疫苗 我就是要有疫苗 我覺得製造這種恐懼感 製造這種慌亂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來 文婉怎麼看 所以看起來這個疫苗 已經高度政治化了 但是我們的國人是不是有去了解到 還是說還有人在攻擊說 你民進黨就是為了面子啊 應該趕快去買啊 去跟中國買啊 但事實上這樣的疫苗買進來 有多少後遺症呢 疫苗問題被有心人士高度政治化 可是當家的 我們現在執政的 你去解釋用政治 用政治去解釋 我在一般房間聽起來 人民不會接受 我們現在面對困境是什麼 一般人民因為疫情的升溫 然後每天看到六個六個十幾個這樣過世 會恐慌 我覺得這個我們要接受 民眾想說那我要趕快打疫苗 這個我們要接受 如果差不多一個月前而已 疫苗放在那裡沒有人要打 還有醫生出來公開講不要打不要打 AZ不要打 挑品牌 醫生的太太也出來說不要打 那時候的氛圍跟現在不一樣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全世界真的開始大量施打疫苗 緊急授權發生在 我用一個時間點檔記起來了 川普落選之後有沒有在抱怨說 為什麼落選之後 你才說這可以緊急授權 所以打疫苗根本都在12月以後的事情 去年底的12月現在5月 這段時間那些疫苗製造國家 一定先打自己國家的國人嘛 美國3億多人耶 要打到2億耶 那他們12月底才開始施打 台灣3月就拿到第一批 雖然加起來2批加起來30幾萬 你要說台灣真的很慢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靜下去看 恐慌會覺得什麼事都慢 最好我雖然說 明天再加速攻擊就好 但是當全世界進入疫苗注射 是2020年12月底的時候 各主要國家英國也不出口AZ 我要自己打誰要跟你打 那時候歐盟還要告他嘛 大家都回想還有這個事情 那我們3月份拿到的時候 又有一群人 奇怪 新任中國的疫苗 卻說AZ不好 弄到AZ真的 那時候放在那邊 我跟他講個數字啊 上個月啊 AZ第一二批30幾萬劑 其實還有10萬劑打不出去耶 10萬劑打不出去 後來我們自己去登記自費的都有排到喔 突然間本土疫情起來之後 我們被取消掉讓醫療人員優先 所以他們現在常常有個話術說啊台灣沒有疫苗啦 這個疫苗太慢 去強化那個恐慌 我們一方面理解民眾的恐慌 可是我們不能理解的是 在台灣的 甚至當過執政黨的主要執政黨 你怎麼怎麼願意這樣做呢 你明明知道事情是怎麼回事 你也知道中共是怎麼回事 你卻願意配合他 來打壓台灣的疫苗政策 台灣疫苗政策就是一條直線 你想想看我們5月份 現在5月底了 今天有個護士說 一個人他一千人可以打60個 開那個瓶子開到手都破皮 所以誰說沒有疫苗 只是我們現在疫苗先讓醫療人員 防疫人員 緊銷第一輪打而且應該夠 那6月份200萬劑來 我們所有的醫生都押上去打200萬劑 一個月也是最大量的 你再假買也沒辦法煮 疫苗的量是一件事情 打疫苗的量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7月份我們國產的出來了 就這樣接上來了 所以本來可以不用恐慌 可是現在就恐慌了 恐慌就產生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你看到中國講說你要不要啊 一方面態度很討厭 好了當作我沒脾氣 我不管你的態度 你中國好奇怪呢 我們跟德國的BNT已經要簽約500萬劑了 已經要簽約了 那你就不要擋我們就有500萬劑了 那你要我 你要一定要我們跟上海復興買他的BNT 就算是德國製造的BNT 因為我們法律不允許中國製造的 沒有關係啊我們沒有禁止啊 趕快送審嘛 包含郭台銘先生我佩服他 郭台銘曾經為了他的弟弟他捐了那個癌症的 的那個中心捐給台大醫院 他是真的有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願意說大家不要吵了我花錢買1000萬劑回來 我佩服他 因為你不能因為說他有錢霸氣 人家至少願意做嘛 可是郭先生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疫苗一定要經過審查 因為你是為了救人不是為了害人 當你買了1000萬劑 如果都沒有經過藥證的審查 或緊急授權的審查 這叫BLA submission 你都沒有經過這個的話 那個疫苗是不能用的 可是現在最詭異的事情是 國民黨一直告訴你開放啊 還告訴你我們不要講中國疫苗 那個叫德國的 那個叫輝瑞 叫什麼名字都不管 只要你不是中國的 我個人認為就可以申請 數半 他不申請 可是不申請藥證 我剛才聽幾位在講說 是因為中國怕 我跟你申請藥證 不就承認你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嗎 我在你的節目接一個秘密 中國之前又不是沒有賣藥來台灣 中國有好多藥都來台灣申請藥證 那些台獨分子都抓去槍斃好了 中國確實有藥品 來台灣申請藥證 有 我現在先不害他 品名我知道 是什麼三個字的是不是 不只好幾家好幾種藥 所以根本不是問題嘛 我真正懷疑的問題還不是政治的 你的疫苗到底有什麼問題 你不敢申請藥證 嗯 怕成分被我們遺驗你就知道了 也不是成分問題 你知道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敢申請藥證 你中國的藥證也沒有拿到嘛 還有一個申請藥證要時間嘛 我們最快最快審查一兩個月 對 你這一批是不是港澳那一批快過期了 否則你何必擔心什麼 對 那有國民黨講說 你前面買AZ的你都主動幫他用 我們跟正常買 可以跟他藥資料來送審 對 這個是代理商 當然你要來送審 所以又不送審 又搞政治的動作 你真的搞不懂這群人想要幹嘛 對 所以高度政治化的疫苗或是藥品 真的管用嗎 打到人的身上去 會不會出問題呢 羅醫師現在感覺上好像已經被操作成 這疫苗是一個仙丹妙藥了 好像一打進去 我們的疫情就解決了 好像我們一切事情就可以完全順順利劣 是這樣子嗎 一般的民眾會不會被誤導了呢 我覺得這個疫苗的議題確實是泛政治化了 我知道現在大家水生活了 一定很希望趕快打到疫苗 但是我剛才講說 其實安全有效的疫苗其實是更重要了 那為什麼說這個問題要小心 是因為客觀理性的看 很多人利用這個疫苗的事件 在搏這個版面搶聲量 怎麼說呢 你看現在跳出來講話的人 他們在幾天前 都在講中國疫苗好棒棒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當兩個人在辯論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核心思想的人 你絕對會以自己心裡面的真理 你不會退讓的 你如果覺得中國疫苗好棒棒 你怎麼會突然變復必胎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人性們來看 很奇怪啊 除非你是什麼 照稿在念嘛 你是讀稿機嘛 所以你可以一個禮拜前說 中國疫苗好棒棒 當我們跟你說 說了多久 說了半年喔 跟你說 他在世界的實證是不行的 跟你說 高福先生有舉手說 我覺得這個保護力有問題 跟你說 陶尼納說 73種副作用 還要用嗎 你都不接受 現在台灣疫情來了 馬上改變說法 所以我覺得就人性面來看 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是 你沒有核心思想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台灣現在疫情嚴重 從5月15號到現在 我跟大家講 其實總共還經過 200多個小時 還不到300個小時 10多天的時間 現在就在做什麼 就在做危機處理 那這個危機處理 國人一定要團結 我知道有很多的外媒 用這段時間在數落台灣 說什麼自信 太自信了啦 然後就放縱自己的行為啦 等等等等 神話破滅啦 現在任何國家 你要嘴台灣我都接受 因為現在我們就是 手機不好嘛 現在就是輸球的狀況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是 疫情是持續的 最近還在做統計 他說有些歐美國家 他的這個疫情的這個能力 防控得很好 他的一個名次議題往上升 我覺得是說疫情是持續的 我們給台灣時間嘛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的解方 包括說民眾願意配合 包括說我們的指揮中心 加把勁趕快把這個中央的 這個全國的一個整合協調做出來 包括說現在疫苗的問題 我們開始清楚說 疫苗是下半場的解方 我們已經開始學到很多的經驗 只有一件事情我們不能錯 就是說在其他國家 已經犯了這種致命性錯誤 你不能發生嘛 很多國家打錯疫苗嘛 我說智利亞巴西亞全國打錯疫苗 都不能在台灣發生嘛 還有剛剛講到疫苗的問題 疫苗不是看到牌子看到類似 你就馬上去買 各位 輝瑞跟復必泰會有多大的差別 你隨便看到一個藥素普拿疼 你會不會看出哪一場做的 到底這個過程還不安全 更何況 疫苗跟一般的藥部一樣 它不是做出來之後就在那個地方不會動 更重要是保存啊 這個冷鏈的過程中 如果是負70度C 那過程中曾經放在倉庫 曾經不是負70度C 那發生什麼問題 它發生質變啊 那安全嘛 這就是為什麼每個疫苗進來 我們必須做封肩做檢驗才能放行 那我覺得在關鍵時刻 國人一定要團結一致 因為世界很多國家在關鍵時刻就很亂 包括巴西啦 包括治疑 包括之前的美國 因為亂之後就會做錯誤的決定 造成更多人民的受傷 那我覺得在關鍵時刻 所有的台灣人要團結起來 我們現在知道一件事情 下半場解放是疫苗 但是疫苗的選擇 不能在關鍵時刻被很多的痴美亡娘 硬打壓子上架說 你現在就用這個疫苗 我們現在火在燒 但是如果拿了一個不對的滅火器 一噴下去火燒得更大 那不是更慘嗎 所以提油救火不能讓其他人隨便來操作 對 所以這個羅伊斯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這場這個疫情嚴峻才剛開始 台灣人的自信不要 因此就被這個挫敗 特別是疫苗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 但現在有人去刻意的操作 來 國東哥 包括國民黨也說啊 你這個蔡總統的什麼坐車等等 你也是跟德國原廠買嗎 你還不是跟總代理買嗎 問題是疫苗可以跟坐車 坐降等同類比嗎 還是在顛覆大家的邏輯呢 我對郭台銘先生呼籲這個企業主 能夠出來共同出力來購買疫苗 這件事情我表達很尷尬敬意 但是我比較奇怪的是 以郭台銘先生的身份跟他的關係 只能向中國買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現在這件事情 在台灣身家幾百億的這些有錢人 你們的命跟99.9%的這些上班族 一模一樣 同島一命 你放棄了 你也沒辦法說避免這個疫情 你也逃不掉的 他沒錢的街友 跟你一樣 他也要戴著口罩 現在是同島一命的意思在這裡 今天小英總統把這購買疫苗的內幕 都講清楚了 人民你是要相信 你們選出來總統講的話 還是要相信國民黨那些人講的話 做個關注做個判斷 你要相信自己總算出來總統 跟你說才來不怎麼樣 過去是怎麼樣怎麼樣 還是要相信國民黨整天 只是叉叉鬧鬧 叫我們買中國的疫苗 你這樣自己去判斷就好了 所以我說在這個關鍵時刻 為什麼要覆巢之下完卵 你不保護這個潮 這個潮現在還沒有顛覆 可是疫情一夜 很多在那裡挖挖挖動挖挖挖挖 你幫你挖挖挖 這些人你不作材 也不准作材 現在如果你要聽藍營的人在喊 要換指揮官要換什麼時候 那慘了 今天如果陳志忠一下臺 臺灣這個不要講疫情 整個指揮體系整個奔盤 不要再聽藍營的人就要聽誰的 所以到今天這個最重要的關鍵的時候 那個心一定要堅持住 所以我一再在節目中 一定要有正向力量 政府你一定要給人民一個正向力量 鼓勵他們大家一起來對抗 好 我們看到利益潔昨天說呢 他說臺灣在世界上的這個比較起來 還是算低啦 那周邊的鄰近國家呢 近期也有疫情升溫的現象 如果跟歐美國家比 臺灣的疫情的確是非常的輕微 這番話應該是肯定臺灣啊 但是就這個柯P的解讀 怎麼會完全相反呢 來清晃 這個柯P所講了 萊豬吃了 軍火也買了 死11個人不算多嗎 這番話在網路上 是不是有很多的回想啊 這番話一講出來 你大概可以想見一件事情 你去注意看他講三個點 哪三個點 第一個他提到萊豬的事情 第二個他提到軍火的事情 第三個他講了死11個人這件事情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意思當然就是說 你看臺灣付出了代價 我們吃了萊豬 然後呢我們軍火也買了 而且我們還犧牲了11個人 結果呢美國竟然都不把疫苗給我們 他說你AIT這樣子呢 真是怎麼樣忘恩負義啊 所以他要塑造的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但仲敬我們嚴格回來看這三件事情 聚焦看這三件事情 這第一個萊豬的部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在今年的到現在為止所進口 從豬肉育藥板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到目前為止 根本沒有萊豬進來 所以我們臺灣人到今年 沒有人吃到萊豬 所以第一點的萊豬的部分 根本就沒有吃到 第二個軍火買了 我請問一下為什麼我們要買軍火 我們要買軍火原因 不就是因為對岸有一個 叫中共的整天軍機繞台 軍艦繞台 然後秀肌肉 航空武艦出來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買軍火 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嘛 所以軍火買了 是我們今天說 因為我對美國很好 所以我就幫你消化一些軍火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嘛 是因為我們有保護自己的需要 所以我們去買軍火嘛 那第三個 我們在疫情過程中看到的 這不是死十幾個人算多的問題 死一個人 死十一個人都很多 因為每一條人命都很珍貴 所以這三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刻意去講出來 他基本上就是要塑造一個 去嗆AIT的情緒嘛 但是問題在於說 我們去看一件事 這幾天塑造出來一個氛圍呢 你去看喔 國民黨呢 跟一些藍營的人士做的事情 跟柯文哲做的事很像 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講說啊 美國多到疫苗滿出來了啦 在路邊連貓貓狗狗都可以打啦 然後在Costco裡面呢 你還可以 啊我買什麼牌子都買得到啦 輝瑞也買得到 莫德納也買得到 嬌生也買得到 可是你去看看真的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嘛 美國自己的疫苗接種率 現在是多少 39% 所以對美國來講 雖然他是疫苗大國 但他的人民也沒有打滿嘛 要達到群體免疫 那個還有一段距離嘛 所以呢你看喔 這個風向呢 跟現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要帶一個 喔美國自己疫苗很多 但是台灣現在缺疫苗 台灣缺疫苗 但美國就是不給你 他要受到這個氛圍出來 但中間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風向是被帶出來 他跟現實不一樣 跟現實不一樣 我們剛剛解釋過了 美國當然會有考慮 他的優先順序 而美國總統拜登 也講得很清楚 他接下去會有 8000萬劑的疫苗要出去 人家也沒有說 完全不給你啊 但你去看麗英傑 在AIT昨天所講的話 他所講的話 他說要根據美國的狀況 然後根據台灣實際的狀況 然後去考量這個疫苗的事情嘛 他沒有完全拒絕你 可是你會發現 當麗英傑講 這樣的一句話的時候呢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講 情緒上面會覺得說 你就不夠挺我嘛 你話講得不夠漂亮嘛 所以呢剛好在那個時間點 就很容易被這樣解讀 可是中間我們回過來 看這件事情喔 就是除了柯文哲 所講的這三點事情呢 跟現實來講不成立之外呢 另外一個台灣到底是不是 美國優先順序 我們跟大家講啦 就現實來講也是美國的優先順序啦 為什麼 因為美國要的是什麼 美國要的是全球經濟復甦 全球經濟復甦對美國的經濟才有幫助 對美國的就業人口才有幫助嘛 所以美國要的利益呢 要的是全球經濟的復甦 那你再去想一件事 美國今天要做汽車也好 然後要做其他的這些產業也好 需不需要到台灣的晶片 需要嘛 所以你台灣如果疫情泛濫垃垮掉了 然後你的這個晶片廠沒辦法出口 沒辦法把這個貨交給美國 對美國有什麼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不但沒有好處 你還會摧毀到美國的經濟嘛 所以美國當然會不會優先到考慮到台灣 你去看現實的利益上 我們現在不是講大道理喔 現實的利益上 他跟你就是綁在一起的嘛 因為當今天他的東西做不出來的時候呢 那一些也都是拜登的選票耶 在下次拜登要選舉的時候 他也不會投他耶 所以今天兩邊的利益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對美國來講 他現在先下一個結論說 台灣不是美國優先順序 坦白說 他是跟現實的狀況 我們所知道的判斷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他講的話呢 在我們看起來呢 他比較像是要帶起另外一個網路聲量跟討論 而現實也是這一波 因為疫情起來的關係呢 民眾黨跟柯文哲的聲量 確實也拉到一個新的高度 是他過去一年多來沒有的高度 所以你也會發現 對他來講這個時間呢 他要延續他的聲量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是 所以我們看到柯P的這番談話呢 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那甚至呢 這個藍媒 統媒 通通是大分貝的去宣傳 那同時他還講到 等到8月打疫苗 而且打的是國產疫苗 等同國運堵在一個不可知的期望上面 這個說法說得通嗎 那他的這個夫人陳貝勤也說了 國產疫苗要到7月底呢 那台灣可以等那麼久嗎 沒有第三期實驗 萬一抗體跟抗原結合成 在體內亂竄 有想過後果嗎 陳貝錡說的是真的嗎 還是說連台灣人的自信 連國產疫苗也通通要唱衰摧毀嗎 羅醫師怎麼樣看 這個說法說得通嗎 我是覺得所有疫苗都還是回歸到一個專業 回歸到一個理性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種疫情非常嚴峻的情況之下 其實所有民眾都非常辛苦 第一線醫護也非常辛苦 那任何有權力的人在這個時候必須要忍靜 必須要好好去做一個榜樣表率 去讓大家能夠安定下來 那這個時候說了非常多假設性的問題 甚至是一些災難性的言論 我覺得對整個疫情對民心都不是好事 那以疫情來說 以目前來說確實需要疫苗 那我當然也希望說疫苗 能夠在所有國人的努力之下 趕快能夠把大批疫苗引進到台灣 那現在所有的醫護都很認真在前線作戰 那有一些還沒有打完疫苗的 現在每一天都加緊在打疫苗 那各位看這張圖是現在門診的狀況 你會發現其實人心真的是非常的紛亂 門診挂號最多的是身心科 哦 身心科 那上面這張圖是什麼 是在台北的會場 我們醫師公會全能會在參與 用視訊參與這個世界衛生大會 也就是說我們確實現在是被附受敵 我們在島內我們疫情很嚴重 可是在島外 我們沒有辦法進到我們說的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有人在倒帶 有人在阻撓 有人在講一些是是而非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言論 所以回過來看 疫苗既然是顯學而且是專業 我覺得我們過往的一些想像 跟過往一些理解 都不會因為這個事件就被扭曲掉 第一個 現在不是要等到7月才有疫苗在打 已經在打 我相信如果最近能夠疫苗進來之後 我們要加緊 包括前面三類人 包括65歲以上老人 我們要趕快去施打 英國的經驗很值得學習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打老人 而且是用AG疫苗 那為什麼 因為老人這次看起來 老人越多比例越高 他造成的一個重症 可能性 不治的狀況 這些悲慘的事情 都是我們不樂見發生的 我覺得每一個台灣人民的生命都很寶貴 站在一屆立場我們繼續努力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在整個國內的一個疫情調動之下 不是只有單純硬體 能力的一個配合 趕快讓它能夠統整起來 讓它能夠有效的運作 我想這是全民所期待的 也是一屆一定會堅守負責到底的 是 來 五彎怎麼看 可必說這是他的真心話 是真的真心話 還是說可能會造成人心更加恐慌呢 把防疫扯到政治上 弄了一副要仇美 一副美國人跟台灣有仇一樣 麗英傑是對台灣最好的外交官之一 我敢負責任講 他在台灣這兩年多 是台美關係升溫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他也是40年來第一個 進到我們外交部的代表處處長 他那話的內容是說 我對台灣有信心 那怎麼安排 我們在討論中 甚至我這邊負責任講了 安排的事情都會執行 只是說我們國家面對的困境 不能先講嘛 所以軍火 軍火是為了我們國家安全 可是他把他扯了一副 哎呦 台灣好像送前送半天 疫苗都沒有進來 跟事實不符 完全負面解釋 甚至於台北市是不是只剩兩坪 還是700坪 可是現在又補上去了嘛 疫苗的施打到8月份 應該可以達到40%的人口 我們不要恐慌 面對疫苗 面對疫情 我們大家都一樣危險 我們同島一命 這時候用政治去操弄 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等到這疫情穩定的時候 人民會記得 對 請這些政治人物記得 你現在所作所為 所言所行 現在大家在恐慌 也許暫時被煙霧帶走 疫情穩定之後 這件事情大家會記得 我會想請你 下載香港會議